收穗 毕业之后一定要死死地再学习 感受到孩子长大了 学会感恩的心 让我最最最最最珍惜的 是来自伊德爸爸妈妈们的爱 他们教会我 他们让我重新打开心 去相信别人 去感受别人 也让我知道爱其实是要勇敢 和大声地说出来 此刻大 那个毕业天礼 是已经第三十年了 未免重压 在我们的政司堂 最后的重压 在我们的政司堂 最后的重压 在我们的政司堂 这画面 真感动 我也是很担心的 因为我的女儿是不曾离开过我的 所以她要来这里的时候 我是很舍不得她来的 后来的时候 有伊德妈妈 志玲妈妈主动联系我 然后我才知道我的孩子 原来在谣言的台湾也是不寂寞的 我们的伊德妈妈 师兄 就跟妈妈联络 我跟她亲家习我 教我的动态 用下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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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娃、頂頂 真正團去給他 給他了解女兒在台灣 在我們此刻大 讀書的環境 他人和教育頂頂 老母一邊說 一邊哭 我感恩 驚人 台灣有這麼多 恭喜她的媽媽 跟她的女兒 哭得這麼好 因為我的女兒 也是她的女兒 然後我覺得非常感動 因為我的女兒 來吃雞課大讀書 竟然有這麼美好的書 還有多一個媽媽來讀書 今天天高氣喪的好日子 把教育相似持继今后的努力的四大目标之一 他记得在那个时候 二转开始契约 那时候学生一百块钱 自这个人来兴奏 欢喜两万多人来为这一百块钱的 二转的学生庆祝 杨诗彪教授 第一年因为我们的学校精进就起床 来不及聘任校长 那年杨诗彪教授 在我们需要请求他说 是不是先来给我代替 好典啊 他们没得知故意哦 贤人接受了 哪怕是代理校长 他就这样 欢喜接受了 说缘分吧 在台大催来以后的川普 在主持季雷 龙我冬不冬嘛 他就如水就如 姐姐 有点使命感 虽然是高龄九十九了 每个礼拜五还是花蓮来教学 有没有包裹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吗 看看灰花 看得出来 在六月四日 楊思彪教授百歲人一 他的故事在他生日這一天 在八點檔就要報出 作為他的生日 他的禮物其他 是為他人生的價格觀 在人間、故事可以教育經過更多人 所以他的精神是人生 尤其是醫療教育的典範 這是金蘭町 我一天的願望 要做第二禮拜的退休 還會走那種 像慈祭的那種 不過我去北京賓